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姐 现在拿这个马大去山上 去刮点那个虫叶 嗯 虫毛 嗯 来掩火 对那个烧不着 掩不着 嗯 因为那个小鸡 吃那个生南瓜还是 煮不动 不会去 我看它 吃不饱 会坏了 它会不会饿坏 我吃不饱 就是太小了 它那个嘴巴太小了 它硬了那个小南瓜 嗯 吃不动 所以还是要煮 反正都是要煮那个 煮那个稀饭给 放点那个汤 嗯 我们的小鸡 现在小的时候 它不吃饲料 就是吃那个粥 然后拌米汤 就是我们稻谷 稻谷外面那一层 然后打了那个汤 然后拌给它吃 那个南瓜有些坏了嘛 就直接 煮给它吃 拌在一起 这样营养会好一些 这个是昨天煮剩的 车上还有几袋 仓库还有几袋 够吃几天啊 有蛇不 怎么有蛇 我应该放狗出来的 你等我一下 我把狗放出来 小九现在去把狗放出来 帮我们引路 把石赶走 好 先放中间一个好 弄到我手了 太硬了 放出来好高兴了 看出来好高兴了 一下就跑了 拿个手机 然后打蹲蹲 然后手机压到我手了 哈哈哈哈 肿了 直接红肿了 我妈也痛苦 老师姐 慢点 上 从这里上 上 上 哎呀你上 哎呀这里上去 先带路 快点把我推下去 快点把我推下去 你不叫他 你叫他 你叫他就往我身上 让他先去走 啊 万一有河河可以跑 从这边这边 老师姐 从这边这边这边 对了 蹲蹲晚上们 上 快点上 慢点 慢点 走去 我还不丢啊 我还记不懂人 这是这里啊 啊 这是这里了 能上来吗 可以 想太心了 我们来了 这个现在冬天那么薄 这是一把火 看起来上面就烧了完 要东东去搬 东东记得了 每天来这里给我雕一把柴火 保时节就会雕 东东这上有点低 你看刚刚他们两个走 东东追着保时节 在后面摔一跤 头先着地还是 还是狗头先着地 太傻了 这个傻狗 大哥他说 装了空调 他就不装就房子 就这样子住就得了 怎么做 就今天 这跟你说吗 对啊 那你觉得呢 他说还是没有钱 钱太简单了 那他意思就是没钱吗 说等正那钱再装修 一起装修 这个要等到后面满月 这个卡要不要拿回去装 这个也可以啊 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是没有钱的 像老谭他也说给钱我装修啊 但是他现在他也 比起来他也拿不出钱 就是啊 就是看他装修房子的时候 他能不能拿得出钱 对 但是他又有个责心 就是没有钱 嗯 就没有钱 所以他就说 一直想多挣点钱嘛 你知道挣不到 好 你说 这是搞南瓜 直接就 起码有三分之一是位机了 那他出去 他又不看好 大哥也是一样的 你看他们两个出去 你觉得挣大钱 我觉得 我现在心里有点怀了 大哥 他不是说要卖牛吗 他说卖了牛应该会装修的 卖牛 但是现在又没有 要完他一时半会也卖不出去啊 那怎么弄呢 我也不懂 这是钱闹的 主要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要赚大钱真的太难了 是 装修房子少设也几十万 在农村最少了十万 那就是 他牛卖掉了肯定是有钱的 否则是要给人来要啊 就是一时半会他也卖不掉 现在天气热了 就不好卖 到时候要他们多找一下嘛 问一下朋友们有没有要牛的吗 要牛跟我们说 告诉你们在哪里 你过来买 上次有一个人来看 给的价格太低了 大哥不应该 那肯定了 他辛辛苦苦养了这么久了 算下来还亏本了 他给他的价格 所以他就不愿意卖 这次朋友们有要牛的 直接联系大哥过来签 好 合理的价格 带着 是不是 啊 那时候卖了牛 他总得也装修房子了吧 等着钱用 是啊 够了没有 不够吧 不够不够